Hello,大家好,我是洛达华。我在这里祝英狂体育的朋友们,红红火火,也祝愿你们能够在英狂体验精彩的人生。 欧洲杯波兰VS斯洛伐克。比赛时间2021年6月14日23.59分0秒。 2019-2021欧洲国家杯一组一场较量,波兰将坐镇主场迎来斯洛伐克的挑战。 波兰对征战欧洲杯的历史很短,2008年才首次晋级决赛圈,并且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成绩。 不过球队拥有一位超级前锋兼世界足球先生莱万多夫斯基,是整支队伍的一大亮点。 此前欧洲杯的预选赛中,波兰表现出色取得8胜意平一副的战绩,以小组投名的身份晋级到欧洲杯决赛圈,实力毋庸置疑。 斯洛伐克。反观斯洛伐克目前世界排名第36,欧洲排名第19。相比波兰有些差距。 本场欧洲杯是球队第二次参加的比赛。上一次参赛是2016年当时0-3负于德国队止步16强。 本届球队拥有一名世界知名球员而且征战多年一甲的哈姆希克,真容上有效力一甲的史克里尼亚尔。 洛伐特卡让斯洛伐克在本族也有一定的竞争力。 阵中较多老将经验丰富,但面对如此紧密的赛事体能受到一定考验。 综合分析,两队历史有过五次交手波兰仅得一胜一平三负,不过相隔太久没有参考价值。 而本场根据竞彩参考值做出负一开出,明显对主队有所顾忌。 而且阵容上纳布勒斯的泽林斯基将担任中场核心,风险将由来万拥有无限开火拳。 因此本场比赛无论实力还是近况,波兰无疑是追捧对象。 精彩推荐,胜。 进球数,二、三。 今日精彩两串一剑意。 欧洲杯苏格兰VS捷克。 精彩参考,平复。 进球数,一到二球。 欧洲杯西班牙VS瑞典。 精彩建议,让平让负。 进球数,二,四球。 比分参考,一年一月二日负二。 半全场,平平,胜平。 记得下方点赞,关注,评论。 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。 谢谢,thank you。